难以想象的视觉魅力影 就在2018年9月30日 张艺谋主导的视觉电影影正式上映 对于张岛的电影 我一直都带着一种别致的情感 无与伦比的美丽带来的享受 其独特的质感 让我们看见张艺谋的审美 远远的把我们和时代抛在身后了 他的作品带来的洞悉的美的力量 让人沉醉 谈到夫妻档 张岛大胆的使用了邓超孙丽两人 虽然之前两人拍摄的电影画壁 恶棍并不怎么好看 但是张岛乔教演员的功力 还是值得相信的 而且超哥和娘的本身演技就非常出色 作为演员也非常敬意 听说邓超为了分饰两脚 体重减幅高达40斤 想想都不寒而栗 但能让超哥如此投入的表演 相信电影品质不会让人失望 张岛是美术起家 色彩示范丸 如今拍摄的影却变成了简约弹雅 张岛对自我的突破和创新 依然保持着热情 如果说斯皮尔伯格代表好莱坞 费里尼代表意大利 塔克夫斯基代表苏联 黑泽民代表日本 哥达尔代表法国 考里斯马基代表芬兰 是